而且他把这个红旗放在了门口的位置 有一种正观之宝的感觉 他一共就制造了499样 正二八景的向阳光 这一六都是南国之女 法拉里一六的跑车 太阳气 金仔说他最喜欢这两 金仔你加油 你发达了我们就买了十两个家 红尘黄绿青蓝 我觉得你应该喜欢这两车 这辆车你看敲烹车 比较适合你 这辆车是10年的车 1910年的车 我很喜欢这辆车 你看看这个配色 就很氧气 对面那个配色更氧气 好我知道你喜欢这个 不要装了 你看连挡风玻璃也没有 就只能坐一会儿 这是2020年的车 看看参数 他一共就制造了4899样 正二八景的限量款 真真限量款 这辆车当年只做了80年 造型也是很别致 有点像那个玩具车总动员里 我发现以前古老的车 它那个车牌跟现在都很不一样 比如说这辆车是别克 就跟现在路上看到那个别克车就很不一样 那辆这个 现在那个框车快速得有什么样 你这个操绳子 你这辆车就这样了 好了我现在改变我的主意了 我觉得这辆车最帅 这全球产了40辆 刚刚问了一个工作者老爷爷 我想问一下他 这个车是真的还是模型 人家老爷爷跟我说 这里面大多数的车都是可以跑起来的 然后有一辆2020年的法拉利 他说那辆是全新的车 全球就产了几百辆 有一辆就在这 像这种车 虽然已经有大概100年的历史了 但好像是很亮 因为它是返场过的 然后返场了之后就给它搞了干净 然后我可能换了一个壳子 在灯光的照射下就感觉像模型一样 但其实它都是真车 刚刚金仔说这边的车 本来是有一个私人收藏家收藏的 然后它可能车也太多了 又不停的购入新车 就干脆搞了个博物馆 我们在这个大门口发现了这个红旗 就像刚刚进来的时候没有发现 这是72年的红旗 居然能在美国看到 真是也是很不容易 其实我们的红旗车还是蛮阳气的 感觉在一种什么法拉利 兰博基尼中间也丝毫不逊死 点赞 我们现在到了第二个馆 西部世界馆 像这个 这个就很印第安人 金仔说印第安人是黄种人 好像真的是 我们有没有觉得它这里长得很像 是有一点 能说有一点 有一种说法它们是从印海上 人先行过来 是俄罗斯人吗还是什么人 你这个人是包一样的 你这个人是包一样的 这做的好迷你好逼真 这好可爱 这感觉给它搞小了 就特别可爱 嗯 不就是那个吗 哦就是这个 就把它变小了 你看那个小小的 看来看 诶 印第安宝 看这里看 这个就是阿 这个是阿吗 终于找到阿了 阿本阿 你看那个时候 美洲大陆上 都是用的是石器 它蛮停留在石器时代 欧洲人已经有钢铁 还有枪炮 还有病毒 对 其实病毒是摧毁原住民 最大的一个武器 就是说有99.8 都是被病毒干掉 所以可以去看看那本 枪炮病菌与钢铁 就是讲了整个 欧洲知名世界的一个过程 翻翻中国城 1885年的剪奏的情况 是什么朝代呢 应该是清朝光绪 看看这边还是树着辫子的清朝人中 铁路 从三块馒头开始 这是到了哪里呢 这个呢 内部拉斯加 美洲大陆是如何被征服的 还打了个引号 1783年到1853年 也就那么短短几十年 因为美国人有一点比较牛逼 就是他们敢于证实这个历史 不像某些国家 某些国家 对 我们现在来到了非洲馆 例如我眼帘的就是中国馆 我去看看孔子 孔子还讲了句英文 这里还有孔子治理名言 谦虚是一种美德 学飞了吗 学飞了 寺外桃源 走走走去看一下 静太园中宁仁仁仁仁仁仁仁 来 这个背 我不相信你还背得下去 后面我就不知道了 居然把整个故宫都搬过来了 来 我来站在中轴线上 俯瞰整个故宫 这里居然还有边中 这是厉害的 是不是